曾翻博最近吸引了不少球迷的眼球 虽说遗憾落选 但是和步行者签约 让他的NBA之路变得明朗起来 与此同时 另一位旅美的中国小将庞清芳 打破了曾翻博之前保持的记录 收到了整整11份来自NCAA名校的邀请 庞清芳本赛季场军贡献11分4篮板 投篮命中率高达53% 并且入选了全美全明星赛 西安 爱德华兹等人都曾经入选过这个赛事 目前庞清芳身高已经涨到2米06 技术全面 运动能力也算出色 这也让他收到了包括普渡大学 密歇根大学 UCLA和佛罗里达大学等名校在内总计11份邀请 打破了曾翻博此前7份offer的记录 有了曾翻博的先例 毫无疑问庞清芳会选择去NCAA打破自己的技术 毕竟季联赛的氛围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并不太友好 如果庞清芳能够在NCAA做门首发 打出一定的水准 那么相信在2024年的选球大会上 我们有机会见证又一位中国新秀的出现